反复凶梅两年,近来加重 我为什么坚持给他做噪音而不做CTI呢? 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今天来一位患者,年龄并不大,只有50岁 自述有凶梅两年了,最近一个月明显加重 患者自己也考虑是否得了冠心病,要求做心脏CTI 我仔细分析了患者的病情 坚持要求他直接做灌脉噪音 这里告诉您我的理由 很多患者对冠状动脉噪音和冠状动脉血管CT 简称CTI,傻傻分不清,经常混为一谈 很多医生有时也不认真选择 让患者既走了弯路,又多花钱还伤害身体 这两种检查其实各有利弊 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咱们先说说他们的共同特点 这两种检查方法都是检查冠状动脉是否病变的常用方法 能够让医生看到冠状动脉,判断冠脉是否狭窄 两者检查都需要使用造影剂 也都需要在放射线下进行 这两种检查又有很大的不同 冠状动脉噪音是我们医生选择性的把造影剂注入冠状动脉 在放射影像下可以不同角度的观察冠状动脉血管的情况 包括是否有狭窄,是否有斑块,血管堵塞大概有多少,有没有溃疡,有没有技巧等 这是一种有创伤性的检查,微创检查 需要把导管通过动脉系统进行 如果术中发现有严重病变,可以直接进行支架等介入治疗 多数地区冠状动脉噪音需要住院进行 冠状动脉CTI却是一种无创检查,可以随坐随走 费用比冠状动脉噪音也便宜 它是通过很多层的视线扫描 然后通过计算机成像技术,让血管成像,重建冠状动脉 因此也能看到冠状动脉是否狭窄,斑块,以及病变的程度 但是这种检查有一定的假阳性 尤其是对于血管钙化严重的患者 判断血管狭窄的面积容易有较大的误差 另外,这种检查受到心率的影响较大 心率越快,越容易产生微影,准确性就会降低 冠状动脉CTI一般是一种初步筛选的手段 对于怀疑冠状动脉严重的患者 还需要进一步灌脉噪音明确 那么,到底选择哪种检查更好呢? 可以参考以下的原则 第一,健康人群的筛查 现代人生活节奏比较快 很多人处于心血管压健康状态 经常有猝死的发生 对于有一定心血管危险因素的中老年人 在进行健康体检时 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 选择冠状动脉CTI来检查 排除潜在的冠卖病变 第二,不典型心脚痛的患者 怀疑有冠心病 但心电图,包括运动、复合试验等 又不能明确冠心病的存在 可以选择CTI进一步检查 第三,不适合或者拒绝做灌脉噪音的人 怀疑冠心病 有的人有灌脉噪音的禁忌症 或者有人有抵触情绪 可以选择冠买CTI 这个风险相对较低 相对无创的检查来明确诊断 第四,无症状的高危冠心病患者 医生考虑患者存在冠心病 但又不能确诊 需要进一步检查明确的时候 可以选择灌脉CTI常规筛选一下 第五,外科手术的灌脉评估 有不少患者,外科手术为了减少 维俗期的心脏风险 可以选择心脏CTI 了解一下灌脉病变 为外科手术保驾护航 那么哪些人群最好选择灌脉噪音呢? 第一,不明原因的胸痛 高度怀疑冠心病 常规检查又不能明确 第二,不明原因的心率失常 比如贫乏事早,心房颤动等 病因高度怀疑是冠心病 第三,严重的心率衰竭 怀疑缺血性心肌病引起 需要进一步灌脉噪影明确血管病变 第四,冠状动脉CT 高度怀疑灌脉狭窄 需要灌脉噪影进一步明确 第五,对于明确诊断的不稳定心脚痛 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 需要灌脉噪影进一步检查 介入治疗 我们回来看看咱们介绍的这位患者 有长期的吸烟 每天至少一包 有高血压多年 血压控制不佳 有糖尿病三年,血糖控制很不理想 已经出现了振发性的胸闷两年 起初在爬楼的时候症状明显 休息就会缓解 现在症状进一步加重 经常在休息的时候也会发作 每次发作的时间越来越长 接近半小时 这些症状属于典型的 关心病心脚痛的症状 有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 考虑患者冠状动脉高度狭窄的可能性很高 如果让患者做灌脉CTI 那么结果还会要求进一步检查灌脉噪影 既浪费时间 又让患者多视线和重复使用噪影剂 对健康不利 考虑灌脉严重病变 灌脉噪影的同时 能够直接支架介入治疗 所以是首要的选择 病毒性心肌炎怎样规范治疗 才能让后期不再烦恼呢 朋友们好 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并不是所有的病毒性心肌炎 都能一次治愈 有的患者还会千言不遇 每次病毒性感冒 都会让心肌炎发作一次 还有的患者虽然心肌炎好了 但是心脏也会逐渐的扩大 如果稍不注意 就会出现心理衰竭 甚至发生恶性心理失常 那么怎样规范治疗 减少后期的并发症呢 首先要绝对卧床休息 对于急性病毒性心肌炎 需要认真卧床休息 避免任何增加心脏负担的活动 包括脑力劳动 要保持大便通畅 根据心肌炎的情况 过急性期以后 可以适当下床活动 但必须在无负重的情况下 至少休息三到六个月 咱们经常听说 新冠感染之后 出现年轻人猝死的例子 这绝大多数都是因为 合并的病毒性心肌炎而不自知 由于运动等原因 造成心远性猝死的发生 其次是加强营养 营养支持非常重要 要保证足够的能量和热量补充 多吃富含维生素C 和矿物质的食物和高蛋白食物 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等 第三药物的治疗上 因为病毒性感染的治疗 主要靠自身的免疫力 可以进行支持治疗 静脉使用较大剂量的维生素C 辅酶Q10 曲米他勤等对心肌的营养代谢 有一定的作用 如果病情严重 考虑为重症心肌炎 专科医生会考虑使用激素冲击治疗 对于出现心理失常 心理衰竭的患者 医生会进行抗心理失常等对症治疗 对于严重的心动过缓 传导组织的患者 需要进行临时起泊器植入 以上的治疗均需要由专科医生 根据情况进行 第四 注意恢复期的随诊观察 对于病毒性心肌炎的患者 需要进行定期的随诊观察 早期至少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吸电图和心脏超声的检查 或者根据医生的要求进行随访 第五 注意预防病毒性感染 一定要注意避免感冒 腐泻 通过接种疫苗的方式 预防流感和新冠感染的发生 第五 注意预防病毒性感染